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川姐种菜频道 这是从小温室拿出来的小油菜,长得很茂密了 这盆小油菜在小温室生长了50多天 再长下去这个白盆就太小了 所以今天打算把它们都采摘了 小油菜生长快不招虫味道好 是家庭小温室和庭院种菜的好品种 现在我就来开始采摘 整盆的菜没有虫害没有烂叶 就轻轻的拔出来剪去根部就成了 小油菜根部不生 看看长到这个份上,根须也就不到3公分 所以栽种它们不需要很深的容器 这样的白盆,种满一盆吃一顿还是完全没有问题 这些菜如果种在地里,还可以让它们长得再大一点 它们的菜心中央可以长出一些嫩感 那个时候采收收获肯定要更多一些 但是现在采收口感应该更好,更嫩 开了马上就吃,质量新鲜,口感好,没有荣耀和化肥,标准的活体有机蔬菜 这就是自己种菜的乐趣和享受 这样给我访许可,就符合想去许可,并等待会 注意,请不吝点赞,上诺主持人的寻突 按赞,上诺主持人的寻突 跳下来来,按赞,下诺主持人的寻突 想到这一段报道 掌匿有一点根棒 Grazie,德国太阳主持人的寻突 准备前后,下诺主持人的寻突 在这一条 静主持人的寻突 在冻西岳不握 这个盆空出来了 准备再重趟一些同好菜 看看今天的收获今晚就炒的是一定很不错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订阅点击小铃铛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见